嗨 大家好 我是Jeggo's this 現在呢 我人在台南 那我為什麼會在台南呢 主要是因為呢 因為英雄的頻道20萬訂閱的活動呢 不是在找五個人嗎 然後我就日報名 就懸到我了 所以我現在已經在台南 結果因為火車的關係 然後英雄的車有狀況 所以他十點才會到 變成說我要在車站這邊待一個小時 因為最早最早到台南的志強後呢 大概九點就到了 所以我現在要在這邊等一個小時 好 各位 現在是九點四十分左右 我坐在車站旁邊的椅子上 我看到英雄跟翁翁從我面前走過去兩次 然後他們都沒看到我 然後我現在不知道他們走去哪裡了 所以我去找一下好了 就 跟丟了 好 我知道我去等了 其實我剛剛坐在旁邊的椅子上 真的嗎 真的 我看到你們一群就是走進去廁所 然後坐出來 沒有發現我 你知道嗎 他怎麼沒有跟過來 然後我想說 該拿DV出來了 然後一轉眼神就不見了 哈哈哈哈 各位 我現在在攀大大的頻道 開心 大大 大 大 可以借進來一下嗎 借攀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 我今天的台南之旅應該就這樣結束了 對 那這是個難得的經驗 算是 因為第一次 第一次在別人的影片串場 而不是合作影片 對 那我現在在台南的 仁德火車站 等一下我就要坐火車回台中了 好的 我們終於回到台中了 對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當天的片段了 這個是回來再拍的 那有看昨天英雄影片的人都知道 我參與了那個堆城堡的活動 真的是也謝謝英雄有選到我 對 而且昨天去的每一個人呢 都有拿到一件英雄的T恤 我覺得還蠻賺的 這個企劃真的是 讓我很久沒有做勞動了 所以我現在手邊肩膀有點痛 再來就是昨天其實很累啊 晚上我沒有睡覺 然後早上一早就坐六點的火車跑去台南 那為什麼不睡覺呢 為了趕出那個碳酸水的影片 所以今天影片會晚一點 因為我今天一整天全身無力 然後而且超級疲勞 其實大家看我的手已經出現那個明顯的色差 這一次有機會跟英雄就是聊到一些環境的現況 跟就是我們可能可以去進步的方向 也謝謝他給我很多的鼓勵啊 所以往後我應該也會努力的 就是拍出更多我覺得還不錯的影片 可能如果有時間的話 以後我的影片也會上字幕啦 畢竟我覺得華人觀眾還是需要字幕的啊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請不要忘記訂閱我 那我要來去想明天的影片啊 掰掰